你會不會有餐廳的餐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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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料理對我來講其實就是生活 不管是採埋啊還是料理各種的品項 然後我覺得也是在享受它的過程 一開始踏入職場其實我是點心師傅 製作餐廳需要的糕餅的時候 可能旁邊的同事可能是在殺雞啊殺魚啊 對啊還是做一些鹹食的料理燉主類的 然後其實我自己就那時候就是很 好奇心非常濃厚 後來演變到這幾年就會覺得 或許可能自己的方向會調整 料理跟甜點我都把它結了在一起 對 料理 我比較喜歡是那種 有一個脈絡可循 然後從一點點的 呃 一點然後再變成一條線 然後再一個面 我還蠻享受 它出來的那瞬間的可能就是那個幾秒鐘 我經常是把甜點當作捕捉 某一個時間跟空間的一個回憶 就很像照片一樣 然後捕捉出那時候我在思考的事情是什麼 然後做個紀錄 然後再加一式脖子 所以我從來說太狼的 traffic 方法本來 slap上去 我一定會想到 100辛富豪 我全部 Natasha